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61 1913號 0點0點35分 0點這個禮拜一的0點就是 烈火戰系更新 一個禮拜更新活動 還有這個傭兵次數的時候 所以我們來趕快借一下吧 不過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安娜塔現在已經上去了 所以要借什麼角色呢 若迦我好像也有 不過我好像還是會借一隻若迦 然後我們再借一個 背奧好了這樣子 好那借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本週的這個活動 那先看這個瓦爾哈拉的慶典 看到我還蠻意外的 怎麼會是莫莉愛爾呢 是我這個中間我有沒注意嗎 我怎麼記得一直是安娜塔西亞都是第一名 而且安娜塔西亞我記得 我投票給他的時候他的那個人氣就是1萬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慶典 那這個慶典的部分 你現在還有時間換 然後雖然說活動已經結束了 但是 禮包也不能用是不是 看一下兌換喔 道具也不足 我是有剩下一些課金的那個 你可以自由搭配的那個 但是現在應該是還有一點時間可以讓你兌換 但是你想課金的話 應該是不能課的 我們看日禮包 還是可以課耶 你現在課日禮包 還是有這個紅支銀石箱 所以說你如果說就是差那麼幾顆 就可以換東西的話 可以考慮課30塊的禮包 30塊是最划算的 好但是呢這個 我原先想說應該是 阿娜塔西亞第一名 應該是妥妥的吧 怎麼會是莫利艾爾 然後我們來看人氣榜 這個人氣榜 對啊 就有點怪怪 怎麼阿娜塔西亞突然不見了 那這個 莫利艾爾 我當然知道他是騎士 騎士聯盟第一名 但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畢竟是光盾 那奇怪怎麼他會比阿娜塔西亞高啊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部落的話 嗯 部落就更奇怪了 1234567 竟然沒有阿娜塔西亞 怎麼樣都會有阿娜塔西亞吧 還是說他是0點結算出六大陣營 0點 是因為說現在才37分鐘 所以是這37分鐘嗎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去 去什麼結算啊 他說未晉級 對啊為什麼阿娜塔西亞不見了 這真的是讓我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洛佳是人氣第一名 對洛佳是第一名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然後女王第一名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這個 這是聖殿 聖殿目前也只有三隻角色 然後深淵也是一樣 所以說呢 是為什麼呢 那所以說這個官方就是 要做出這個 新的這個實裝 也就是莫利艾爾的實裝 好吧 那如果說要特進的話 就沒什麼興趣喔 那再來呢 本週的活動 又回到這個空華煙火祭 空華煙火祭呢 就是冰果活動 那冰果活動 唯一比較困難就是這個80抽 那正好賴群也有跟這個好友在 在聊到這一塊 就是這個80抽 對無客玩家可能會有些問題 但是 並不是每週的任務都會有這個80抽 所以 既然知道說這是一個循環的任務 你可以把鑽石齁 或是一些抽卡的次數 這個好友抽也算喔 就是說 有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鑽石啊 或是抽卡的這個券 不用每一次都用光光 可能這個活動 可能是每兩中循環一次吧 那你就是等到有這個80抽的任務的時候 你再去一口氣用掉 那這樣子的話 就應該是會 比較順利的解完這個 每週80抽的這個這個這個任務 然後呢 那這一週的這個活動 是有送什麼東西呢 都是1000 1000 1000 然後這個第一個箱子 第一個箱子的話 我覺得現在都是安娜塔西亞打法的話 就是換許德拉吧 如果許德拉還沒彩色的話 因為許德拉把人家拉過來 然後安娜塔西亞一起 拉到這個安娜塔西亞身邊 然後一起轉 這跟這個靖遠就是國王反傷的奈拉 是一樣的這個作用 然後背要 部落的背要 嗯 這個應該是用來打王吧 然後他也算是部落不錯的這個附彈喔 然後龍星跟亞瑟這個我覺得應該是不用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這四隻喔 這四隻我都覺得不大需要練齁 那如果說你的許德 因為可是這些角色都不是最低線最主要的角色 除了許德拉我覺得跟安娜塔西亞比較配之外 其實如果說你都有的話呢 這1000個喔 你可以考慮換這個150本書 喔150本書也是蠻多的耶 因為如果說你是無課玩家的話 這個書本你應該會欠很多 像我是每個禮拜課60塊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會有 這個課30塊 第三天課30塊我會有100個紅知識 然後第七天課30塊會有100本書 那如果說你是無課的玩家的話 你應該會非常的欠紅知識啊 書本之類的 所以說你如果說不換這個1000這個象徵 因為這一次沒有那個最主要的角色 安娜塔西亞或是那個什麼 莫莉愛爾之類的這種這種 這種的Top1的這個推薦角色 所以你可以把這1000啊 省下來換這個紅知識啊 換這個書本啊 升錢人啊 我覺得都還不錯 像我的話 因為我的許德拉已經彩色了 那當然啦 我的備奧是還沒有上紅色啦 可是呢 我也覺得是說 如果我與其換備奧的話 我不如直接換150本書 可能會更划算一點 所以大概是這樣推薦的 那至於說裝備的話 就完全不建議齁 那這個的話 我也覺得不建議齁 你應該是先換 先換這個書本 書本換完之後呢 再換普通抽 抽一抽9塊也可以獲得一些資源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建議吧 那我們看本週的這個PT交換喔 現在對就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然後好友抽的話是77 一天是20 好來看一下本週PT交換是哪些角色吧 本週喔 龍嘛 平價好用的這個補師 然後奧羅拉算是議會 我覺得是議會必練的角色啊 然後他在競技場應該也有不錯的這個表現 畢竟是可以把人家關起來 然後議會的話你也沒什麼輔助角色好練啊 所以議會塔的話我覺得奧羅拉是要有的 那再來安德烈 這也是跟安娜塔西亞可以配的 所以安德烈的話 嗯 也是部落唯一的輔助吧 欸是唯一嗎 好像還有希普諾斯喔 那這一次的話 這個再打Boss啊 增加傷害也是有用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龍啦 龍如果說已經彩色的話 其實安德烈跟奧羅拉都可以考慮 那這個劍聖老頭就算了吧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選擇 好那其他部分呢 還有什麼東西啊 來看一下我的公會吧 呃 我的公會齁 目前呢 呃 我們看什麼聯盟資訊 呃 現在是1527110喔 然後如果說大家 每天都有解任務的話 一個人是100點活躍 然後七天是700嘛 所以有45個人 那這樣子一天就可以獲得4500的這個活躍度 那還差 還差大概 欸 多少 齁 還差大概 嗯 嗯 帳扣以後是4800吧 所以應該是禮拜三可以升級 可以多五個角色齁 所以說就 這個歡迎大家加入 但是呢 現在投過來的話 還是要排隊喔 那但是 呃我這邊還是會嚴格執行喔 如果說 呃有人這個 超過一天沒有上限齁 除了超過一天沒有上限齁 除了超過一天沒有上限 還有這個活躍度齁 活躍度齁 如果沒有達到700的話 當然你新進的這個工會朋友齁 你沒有700是正常的 但是老會員 老會員我還是講一下齁 已經加入超過一個禮拜的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達到700的話 是有可能會被踢出去的齁 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